要欣赏货真驾驶的战机和战车 不必挑选特地时间 大老远跑到军事基地 在土城区的顶星公园就能看得到了 他们分别来自台东的智航基地 以及南投积极 而这里过去是信义新村 改建之后啊 这家战机也成了部分李明回忆眷村的重要连结 一辆巨型战机就摆放在土城的顶星公园内 不过这可不是模型 而是货真驾驶的F51型战机 一旁还有M48A3战车 他们分别来自台东的智航基地 以及南投积极 从民国99年开始摆放在此 而会选择这个地点 其实与时代变迁有关 我们这个顶星里的一个特色 是因为它是旧建村改建的 它为了让一些后代的子孙 或者是新搬来的这些住户们 让他们能够饮水失言 不只是给军事迷的一个怀旧的一个地方 也是让我们这边的后代子孙们能够了解说 原来我们这个地方以前住的这些 这个长辈们们对国家有的贡献 部分的新一新村改建成集合式住在大楼后 眷村的影子渐渐变得模糊 对于从小在眷村长大的民众来说 这架F-1型战机 虽然已经老旧再也飞不动 却仿佛成了开启过往记忆的一把钥匙 那我也是以前在台中空军建村长大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感到很怀念 我父亲也是空军的 他就曾经建过这个中正号战斗机 所以我觉得很怀念 民众欣赏军备武器的同时 也能了解当地的历史背景 此外周遭还有油气体件等设施 适合大人小孩一同前往 小孩一同前往